今年最后一次了 不知不觉这一年 二一年就快过去了 开头还是感谢 加拿大华林志愿服务中心的邀请 根据现在的疫情呢 估计到二二年还会在线上 继续在线上 很长一段时间了 今天就是讲到了上一次 提到了一个哈佛系列的这个主题 就是哈佛面试官 他对一些学生 他在面试的时候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也能看出来 就是在众多的优秀的学生当中 他更看重什么 好我们的讲座的宗旨呢 还是一个分享一个交流 关注呢 华人子女在北美成长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是有了三十多年 中国美国加拿大的教育经验 所以也一直是在关注这边的教育 也在从事这个教育行业 选了一个比较能够典型的 体现三国经历的这么一个图片 在中国呢 比较简单了 我就八十年代 就是到九十年代 一直是教书了 教大学英语 先是从山东大学 一直教到了北京大学 所以从大学英语 研究生英语 包括当时的留学热 像什么托福嘉一课程 都上过这样的课 好 这是在美国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当时的毕业照 旁边这个呢 就是著名的林肯的同像 后面呢 能够看到这个字样 叫Maxwell School 因为名字比较长嘛 我们通称叫 Maxwell管理学院 因为他是在纽约州 并且不是藤校 所以呢 不是像 哈佛肯尼迪 普林斯顿 威尔逊这么高光 受到这个华人的追捧 是吧 但是呢 在美国公共管理 这个专业呢 我们学校名气是非常大的 是一直是排在第一位 排在这些藤校的前面 这个就是当时98年的时候 美国研究生院 专业的排名 他列的是商学院 法学院 医学院 健康 经济 教育 工程 公共事务 我们公共事务是排在了最后 所以在这儿 他写的是第一名 这边有一个中文版的 能够看出来 哈佛是在第二 是他的肯尼迪 政府管理学院 还有普林斯顿 是威尔逊 这都是排在后面 所以一旦有机会呢 我还是要替 纳克斯威尔公共管理学院呢 来做一个宣传 因为他名气很大 但是呢 很多的中国人不了解 也是因为他在中国招生太少 我是在98年 他在中国招的唯一的一个华人学生 好 这是后来在华盛顿 读了一个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这是当时的毕业年 这个是校长 这个是当时的校董事会主席 在加拿大呢 也是继续从事教育 所以比较了解 加拿大 美国的教育体制 还有他的一些课程设置 以及标准化考试 还有名校申请 这儿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介绍 中国美国加拿大的介绍 好 听众呢 其实主要就是面向家长 学生呢 有的愿意来听呢 也欢迎来听 因为学生是主体 家长呢 都是一些热心 或者是关心孩子成长 很希望呢 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起到一个促进 或者推动作用 但是家长呢 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迷茫 或者说很多力不从心的情况 比如说今天就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 他就说呢 小孩是上小学 但是上网课呢 精力不集中 他说网课已经没法再 再忍受下去了 他要给孩子呢 找这样的老师 但是呢 在家里面呢 家长说话 孩子不听 就是 就是 有就是使不上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好 让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 所以家长来到 加拿大呢 确实是给孩子带来了更广阔的这么一个选择的 这么一个天地 更多的机会 首先呢 他功课没有国内这么 这么多 这么复杂 压力这么大 国内都已经双减了 是吧 所以相对来说 这边的小学教育真的是 孩子的一个天堂 放学早 没有这么多作业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就等于说 孩子小的时候呢 过分的轻松 是学不到东西的 因为有的家长就说呀 很多父母忙啊 就是放养啊 是吧 放养对不对呢 所谓的放养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都 当时城市和农村都有结合部 看到那个放养的 是吧 那养就在那儿 草地上吃草 就在那儿放养 那放养的人就在一边 只是在那儿看着而已 是吧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成长过程当中 就像一个园丁一样 园丁去种花呀 种树啊 他要根据气候 或者施肥 浇水防止病虫害 做的事情还是蛮多 不是说我 把果树把花种下来了 就让它自然生长了 其实自然生长 是吧 其实就等于把园丁的责任 就可以放弃了 好 其实成长就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有成功 有失败 它有各种风险 所以并不是这个 就这么简单的 就像我曾经讲过 美国一个名著 中篇小说 赛林格的 Catcher in the Rire 麦田捕手 中间就提到了 这个主人公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学生 他就说 我就想 起到这么一个保护者的作用 就看着这些孩子呢 在那边 到处的快乐的 跑来跑去 在那儿玩 但是呢 不至于说 他们不小心呢 就跑到了悬崖边上 我就记得 看到国内有一个报道 就是在 在一个南方的一个城市 就超市 但是家长看孩 看小孩呢 一个没留神 小孩就从那个超市的楼上 就可以跑下去了 所以 有的时候 真的是 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一些危险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是需要 多方面的关注和引导 好 这是按照法律要求呢 走一个 免责的这么一个程序 因为很多呢 都是个人的经验啊 或者是见解啊 或者个人的经历 用的图片呢 也是从网上选用的 如果涉及到版权呢 希望大家能够善意的提醒一下 我这边会做相应的调整 哈佛大学招生官 他们面试的时候呢 会提一个重要的问题 它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一块来看一下 当然了 面试会问很多的问题 哈佛的面试官会问了 他说我只看中一点 这个孩子有没有经历过失败 他是怎么处理失败的 当然了 这个他 也可以是这个他 是吧 因为呢 你可以这样想 凡是敢报哈佛的 数据 其实现在的 EAED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这是报哈佛的 比如说报藤校的 都已经出来了 录取率不是太高 从一个方面来谈呢 就是凡是敢报哈佛大学的学生 都是自认为 自己是非常优秀的 如果呢 自己连这点自信心都没有的话呢 他是不会去报哈佛大学的 是吧 因为在哈佛大学 在美国的大学当中 藤校当中 仍然有这么一个 不能说风向标吧 就像龙头 就像中国一说 北大这种感觉 是吧 他这个地位呢 不能说江湖的地位吧 或者学术圈的地位 是至高无上的 虽然他在就业 或者其他的方面 毕业生或者其他的方面 也不能说各顶各的都这么优异 是吧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你说中国谁谁谁 他的孩子去了哈佛了 直接就哈佛爸爸 哈佛妈妈的是吧 就开始出来办讲座了 他有没有经历过失败 他是怎么处理失败的 那这个时候往往就要 讲一个故事 或者讲一讲他的经历 那什么叫做失败 失败其实就是 你有一个目标 你想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你没有实现 你没有达到 这个呢 不同于我们买东西 是吧 哎 我想买一个这种名牌包 我想买一个名牌的车 或什么 对吧 只是一个钱的问题 而学校这个呢 已经不是钱了 它是一个综合 像我们后面都会提到过 它会涉及到八个方面 像八 像全能一样 来考察这个学生 那最近呢 多伦多 有一个学生 被哈佛录取了 是一个著名的公立学校 学校我暂时不提了 学校的名字 小孩的名字也不提了 但是他呢 有特长 学习呢 不特别拔尖 但是有特长 好 我们就来回忆一下 什么叫做特长 特就是特别 特别长 特别长的感觉 就是当你看到姚明的时候 那个图我没有存下来 你就会知道 姚明比普通人 高的不是 高一头的问题了 是吧 中国人有个成语 叫鹤立鸡群 鹤立鸡群 那鹤的腿这么长 他跑到鸡那一站 他怎么藏 他都藏不出来的 所以那个孩子呢 特长是小提琴 拉小提琴 最终呢 就是靠到这个特长 被哈佛录取了 当然了 哈佛也是需要乐队的 哈佛需要 需要球队的 是吧 会招一些特长生 就像我过去提到过 我这边有一个学生 是基建 女子基建 范美运动会冠军 去了普林斯顿 所以这是特长 而这种特长呢 应该是非常稀缺的 非常稀缺的这样的 这样的专场 不是随便一个人 都能拿到范美冠军的 也不是随便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李云迪 这样能够拿到 拿到肖邦钢琴赛的 这个冠军的 冠军只有一个 好来看一下 下面的解读 就在中国的家长的印象里 准备报名 国加拿大名牌的大学呢 这个面试 总是强调呢 自己的成绩 是吧 会说我多么的优秀 我是全多伦多 钢琴比赛第一名 我是安娜略省 钢琴比赛第一名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学生当中 钢琴考到十级的 太多了 你说我会弹钢琴 我是爱好 马上就给跑到一边去了 所以更多更多的 就像体育比赛 艺术比赛当中 你是什么比赛的 什么样的名次 就像哈佛MIT 他跑到中国去录制学生 基本上就是 奥数冠军 拿到名次 或者银牌 是吧 其实这个呢 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指标 但是这个时候 他看到的就是说 在你成功的背后 你有没有面临过失败 而你的心里的承受力 是怎么样的 最关心的是 你能不能反败为胜 这是他想看的 好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哈佛的经典 哈佛的传统 他很多的课程呢 都是案例教学 案例 所谓的案例呢 就是像我们看一个故事片一样 起程转合 有开头 有推进 有失败 或者有曲折的过程 那最终 是不是结尾是一个成功 所以他会认为 最有价值 对学生最有帮助的 就这样失败 并且失败了之后 你有没有激情 有没有信念 继续努力 去追求成功 就像一说 我们都是非常熟悉 爱迪生的 爱迪生的故事 这个发明家 就像他当时使灯泡 里面那个乌丝 每试一次 可能就失败了 每试一次就失败了 他说我每一次的尝试 表面上看 是失败了 但是他都告诉我 离的成功 越来越近了 所以呢 说的远了 那真的是美国的故事 说的近了呢 就像这个北大 那个余敏洪 是吧 当年高考复读 都复读了两次 第三次才考上 当然是考到北大了 因为文科嘛 是吧 毕竟这个才 这个这个高考 他复读了三 他准备了三年 那当然你和准备一年 就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机遇 也是一个时代 但是现在国家 应该不太鼓励这种 复读好多年 复读这么多次 会有政策上的要求 限制 好 当时呢 我看到他们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哈佛的学生 这个学生呢 就是做过生意 有经商的经验 那你一看 哇 这哈佛的学生 应该做多么大的生意 也开过披萨店 是吧 如果换成中国人呢 就是开过餐馆 就是中国人的解读 老外开披萨店 中国人开中餐馆 但最终呢 他还是做成功了 一个企业 所以在他 在做案例讨论的时候呢 那他就有经验了 他的谈吐就不是 纯学生了 而不是说 我任何的东西都是 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而这个学生呢 就不一样 哎 讨论案例的时候 他说我做过这个 我遇到过什么样的情况 我当时是怎么样失败了 比如说我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我的场地出现了问题 或者中间的人才 这个做披萨的师傅 是不是又流失了 或者说就像这现在 碰上了什么 SARS了 碰上什么疫情了 有很多的 有利的 或者有很多不利的 所以这个学生在谈的时候 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学生 所以他能够 在讨论当中 他能够胜出 所以呢 他会认为 失败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成功呢 只有一两种方式 就是做 就是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这也是大家都需要来研讨的 怎么样做 会失败 怎么样做 才能够成功 好 做一个结论 就为什么这种经过失败的 有故事的这样的人 他才最受哈佛欢迎的 那退一步讲 岂止是哈佛欢迎的 老板都欢迎 因为现在的老板 雇人 都不希望雇生手 什么意思 我不希望 我招一个人 我把你培养好了 你飞了 跑到那个别的地方去 你去给别人要高兴去了 你说我有工作经验 我已经培训过了 结果是别人培训的 是吧 而这个呢 他更看重 哈佛这种学校呢 看重的是 他有这种领袖的潜质 领袖的潜质之一吧 应该是 潜质之一就是 败折不挠 所以这一点呢 应该是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要注意的 因为很多的孩子呢 都是在家长 这个呵护下 在温室当中成长的 亦有一点挫折 又哭又闹 得不到的东西 这就这就 马上就不干了 是吧 其实在家里面 你可以这样 跑到社会上去 你是独生子女 别人也是独生子女 是吧 你受家长宠 别人也受家长宠 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混下去呢 所以 这个时候哈佛就已经要看 他有没有接受过挫折 他的心理的承受能力怎么样 就可以来看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呢 也是很多家长忽略的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不能够过度的 为孩子呢 提供 这种保护 很多 很多小的决定 中的决定 可以让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试着去做一做 然后呢 让事实来告诉他 他当时那个决定 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其实你看一看 像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那些企业家 包括美国加拿大 很多发展起来的 这种企业家 其实都是具有野心的 这种奋斗精神的 这种冒险家 当然了 除了像中国关岛啊 什么有那种背景的呀 那个是除外了 很多是草根阶层 所以他们的奋斗 都代表了一种 一种强烈的一种渴望 一种一种愿望 包括我看 介绍刘强东的 京东的那个 那个老板刘强东 刘强东呢 是从苏北 也是农村 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 当时考上了之后 没有钱 然后呢 村里面的 这个乡亲们 好像每家都给他煮鸡蛋 就带了一百多个 煮好的鸡蛋 跑到北京去上学去了 所以他最后 才会有感恩之心 回到村里 给大家盖房子呀 或怎么样 就是这种人 往往是有那种 野心 与一种奋斗精神 好 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总结了 就是成长过程当中 会遇到挑战啊 会遇到成功啊 遇到失败啊 就不怕这种挫折呀 一样的 就像 你看看这些美国的 那些著名的人物 像乔布斯 是吧 他创办了苹果公司之后 发生了一些曲折的一些故事 而这些呢 就是已经是报道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来看看 他们的成长 不是一帆风顺的 好 最后呢 选用了一个 美国首席大法官 他叫John Roberts John Roberts 中文呢 就是薛汉 罗伯茨 这个好像挺有名的 我记得是才 一年前两年前 注意读过这个 他当时在儿子的一个 毕业典礼上 说了这么一些话 而说的呢 并不是说像我们 中国人理解的 哎呀 你们毕业了 祝愿你们 万事顺利 或是什么虔诚 似己之类的 是吧 说的话呢 或许比较深刻 要有孤独 或者要有不走运 说成功呢 不是命中注定的 或者呢 别人呢 别人的失败 也不是天经地经的 就是说人生 不可能都是 阳光灿烂的 这样的天 所以才会 遇到各种 其实真的就是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所以这也是 一个父亲 对一个儿子的 一个建议 或者忠告 因为毕竟呢 你走进的是社会 而社会呢 换成中国人的话 你就是职场小卖 就像很多高光时刻 是吧 哈佛爸爸 什么耶鲁妈妈之类的 他的高光时刻 就是孩子被藤校录取了 当孩子从藤校出来之后呢 就像我经常说过的 当我走在北大的校园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优势 里面的人都是北大学历 甚至还有北大的教授 当你走在哈佛的校园里面的时候 你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他们都是一些 说法叫什么学长 是吧 论资历 论论学历 都比你高 你只能对那些 没有上大学的人来说 我进了哈佛了 我进了怎么怎么样了 那进入职场之后呢 你又从了零起点 所以他们的高光时刻 就是名牌大学 但是名牌大学呢 也是一个人生的重要的转折点 所以呢 相对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追求 进入重点大学 因为他有更多的资源 包括机遇 包括人脉资源 所以呢 很有可能会帮助你 实现了更高的理想 好 会讲一讲一些身边的一些故事 就算是案例 就像哈佛一样 是吧 也是做案例分析 家长呢 经常就会问 放养什么问题呢 是吧 包括呢 有一个叫哈佛爸爸的 他说我们就是放养 我们叫什么放养呢 我们叫精心的放养 我一听什么叫精心啊 是吧 你既然是放养了 你也精心的放养 其实这都是马后炮了 这等于你孩子进了北大了 或者你孩子进了哈佛了 或者进了滕校了 你就开始说我这是精心的放养 其实进入美国的学校呢 有一定的偶然性 也并不是说呢 你一旦进去了 你原来的方式 全都是正确的 因为人生呢 是无法复制的 什么叫无法复制呢 就是别人的成功 别人的人生轨迹 你是无法复制 我在我手上就有一本书 叫那也是一个哈佛的 哈佛毕业生 她是在西雅图 美国西雅图那边的学校 考到哈佛去的 是一个女孩 她父母呢 是从四川移民到美国的 她出生呢 是在中国 所以她的轨迹 就是很小的时候呢 随着父母去了西雅图 然后从西雅图呢 上的小学初中高中 从西雅图进到哈佛 所以你可以来看 那一年被哈佛录取的 他们的来源 都是四面八方的 是吧 当他说放养的时候 你也跟着放养 你怎么放养呢 对吧 他讲的那些经验 放到不同的家庭的 不同的家长的身上 就合适吗 并且我后来看到 那个家长 他们家三个孩子 只有老二考进哈佛了 老大和老三都没有考进 藤校 其实就有一定的偶然性 是吧 所以很多的东西呢 只是我在这也只是一个分享了 是吧 不能说放养 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像这个李云迪的故事 李云迪的妈妈 小的时候 在她很小的时候 你可以查一下她的介绍 六七岁 还是七八岁 就请到了四川音乐学院的 淡赵 淡赵义教授 找的就是教授 起点非常高 坚持了大约十年 十多年或十二年 十八岁 获得了冠军 所以 放养 放养其实就是 自由发展 这才叫放 放什么意思 放手不管 是吧 或者是放任自留 这都是和放有关系的 那既然是放养 但是呢 又为了说的更好听 来来一个精心的放养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哪个家长不工作呢 是吧 或者或者你不去上班吗 你可能随时随刻都在那里精心的在那放养 其实有些理论是需要考虑的 不能说他一旦有一个进了哈佛的 就一好百好 然后他的这个说法就被奉若神明 这个呢 是需要来考虑的 但总之呢 在我们这个讲座 今年是到年底 最后一讲了 在这之间呢 分享了很多成功的案例 获得奥运冠军的 或者是获得了 音乐这种金牌或者是大奖的 都是至少是在八九岁 甚至在这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专业训练 注意这一条 专业不是什么放养 专业训练 当这十年 甚至十二年过去之后 人家已经登顶了 那普通人呢 才意识到 这就是差距 好 当然不扯这么远了 对于 绝大部分家长来说 升学的目标 就是美加名校 这个要求一点不过分 但是美加的名校呢 现在也是面临着 激烈的竞争 就像现在美国层校 早申请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十啊 百分之十二啊 这么一个比例 就是大约一百个人当中 只有十个人左右 或者多一点 能够被早录取 当然早录取完了之后 还有正常的申请 还会有机会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就是像中国一样 这个分数出来了 或者综合实例出来了 就会一层一层的来筛选 好 强调三个阶段 小学生初中 初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学 其实我看中的是第一条 小学生初中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往下走 一二三 它的功效已经在递减 递减 当你高中来的时候 你说哎呀老师啊 我要参加奥运会了 就像明年 假如说明年就有奥运会了 我们忙吧 我们现在就动手参加奥运会吧 你一听 这人怎么这样 神经病啊这是 你什么水平就参加奥运会了 你参加奥运会的前提是什么呀 全国比赛 拿到前三名入选国家队 那你参加全国比赛 你要进入入选是什么条件呢 省级比赛前三名 那省级比赛是什么 市级比赛的前三名 这个逻辑一想就很容易理解了 就像我教过的学生 你如果在小学阶段 你能抓得住 你就直接接受这种专业的培训 他就可以直接进入那种著名的 重点的初衷 那你家长基本上就可以松口气了 因为他已经在同龄人当中 已经胜出了 甚至远远的胜出了 而这段胜出的距离 后面的孩子有的是追都追不上 就等于说 小学生出中是六年 六年当中 所以他可以是在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开始都可以 但是就意味着他越往后呢 他的这个内容高度 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而这边的初中升高中呢 其实就两年 七八年 两年 然后时间非常的快 就像跨栏运动员一样 他一步一个栏 一步三步一个栏 还不是一个一步一个 叫三步上的 三步一个栏 节奏 如果中间你看跨栏比赛 任何节奏一乱 那后面的栏就跨不过去了 或者有可能就摔倒了 那后面的人 节奏正确的 步伐正确的 人家就蹭蹭就超越了 这个呢 是真的是 二十岁之前 真的是人生的 非常辉煌的 能够 全身心去学习 去提升 学技能 来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 把控不好呢 最终这个时间 这个机会 就逐渐逐渐 从自己的手上 就给流失走了 好 这个多大附中 对对 我会一再强调这个学校的 这个学校呢 是通往 疼校的 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 我从最早 大约是 有十多年以前了 辅导学生进去 这些学生的发展 都非常好 所以我会看到 据说 这样他会接触到 更好的同学 更好的校风 更好的师资 这样的话呢 能尽早的 打下好的基础 因为我在 安大略省了 所以我会 对安省的学校呢 相对推得更多一些 美国的私立高中呢 也非常的有名 但是呢 安省的学校 仍然有机会的 并不是说 我是加拿大 住在加拿大 我非要跑到美国 上顶私 是吧 也未必 其实这个 这个机会呢 都是有的 只是看 家长具体的 实际情况 好 这是哈佛的 基本的一个招生 要求 这边都有内容 就不再多提了 所以我们把目标 归为 就是藤校 IV League 常情藤 常情藤 现在呢 也逐渐 逐渐演变成一个 呃 象征吧 名校的一个象征 其实像其他的大学 像斯坦福啊 像MIT啊 甚至像Duke啊 很多的学校 像芝加哥啊 虽然不是在藤校当中 但是他在美国 社会当中的声望呢 也不亚于这些藤校 所以这也是只是给大家一个 更多的一个了解 更多的一个信息 好 呃 讲了这么多呢 又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就说我们作为专业的呃 教育家或者教育工作者 我们呢 是非常熟悉这边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年一年 每年都辅导了很多的学生 所以呢 那更看重的呢 是一个学习的规划 如果你没有一个规划 也很简单 就像你购物啊 说的简单一点 跑出去跑到商店里乱转 转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 其实你就应该 当你出行的时候 你说哎 我要出去 我要去三家商店 每个商店呢 我都要买几样东西 然后呢 你开车出发 然后呢 沿着他的一个 先后顺序 这样你的效率是最高的 一趟出去 完成所有的任务 可以回来了 其实学习呢 也是这个样子的 呃 更多的时候 不光是一个规划的问题 有了目标 有了规划 在每个人都是要吃饭睡觉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总不能说我到了冲刺了 我就 不吃不喝也不睡了 是吧 这个呢 我在我这个马克思维尔 管理学院就经历过 最后 呃 写论文的时候 真的是同学都不睡觉了 并且那个学校的学习环境 太好了 哎 真的是 我觉得 去了之后呢 呃 在国内去图书馆 或去大教室 都要占地方 占占这个座位 要学习 是吧 但是跑到那去呢 这么多房间 你可以用的 安安静静的 还有单间 把门一关 那个门 都是隔音的门 并且屋里面 当外面大学纷飞的时候 里面暖气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感觉 都四季如春的 非常的温暖 你想学习 你通宵在那学都没人管你 你就学就是了 那边可以打印啊 可以复印啊 就是总之 他把一些辅助的这些工作都做完了 就给了你一个舞台 你就尽情的发挥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觉得 有了一个规划 有了一个目标 你才能够把自己的时间 精力 非常科学的安排 这样当 八年 十年以后 当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 不同的结果呢 这结果差得太远了 有的人就进了同校了 为什么有的连大学就上不了 就中间出问题了 是吧 好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 就是基本上照着的 八大评分标准来的 很多的家长 第一思维就是 孩子成绩差了 需要找老师辅导 这是满值满足的第一项 还有的要考四校了 来找我们标准换考试 这是第二项 然后推荐信呢 基本上是找学校里面 两封推荐信之外 第三封信 可以是校外的 比如说教授啊 或者这样的专家呀 那些推荐信 好 申请文书呢 原则上是 他应该自己写 但是 需要有人来指点 需要有人来提醒 不至于写片课外活动呢 是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 因为他可以通过一些 活动来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 然后呢增加他的交流啊 表达呀 这样的能力 因为遇到过太多的学生了 他一旦走向社会 和陌生人打交道 他就不知所措 没有这方面的应变呢 而面试呢 就是对他的一些 实际做过的活动的 一个检验 包括工作经验 包括义工 还有课外活动 其实这几项都是和面试 密切相关的 就像今天这个主题 提到了面试 他有没有经历过失败 那学生就会说 什么失败啊 我没有参加过啊 那这么一说 面试官就知道了 他真的是小白 是吧 真的是没有参加过 什么样的活动 好 这边呢 就说到了一些什么 全球事业啊 各种各样的能力啊 是吧 也是在综合的评估 说白了呢 学校也是想要这些成品 或是半成品 而不是希望招了一个 什么都不会的 这种学校 不能说职场小白吧 学校里面的小白 好 很多的东西呢 也是隐藏在 他的 这个成绩单 他的他的推荐信 多方面当中的啊 他会根据这个来看啊 你在过去的12年当中 给了你12年的时间 你才达到这么一个水平 或者连别人的 按照那种优秀生来比 你只达到了人家的80% 或你只达到了人家的90% 或者一笔你连70%都不到 是吧 其实这就是一些啊 定性的或者是量化的一些指标 包括像什么幽默感呢 像活力啊 就遇到一些学生 按照华人的这种标准 就一点没有礼貌 见的人不会打招呼 不会说哎 老师你好 哈喽 怎么样 是吧 一点这种都没有 我就不知道这是家长没有教育过啊 还是孩子就不知道 这个这个有个基本的社交或者交流呢 是吧 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会会一再说 哈佛都已经把它列出15条了 15条 所以呢 这也是就是成长过程当中的 你不可能说在家里面你可以这样 没有问题 你跑到学校里 你跟教授这样吗 等你工作的时候 你会跟老板还是这样吗 是吧 你会觉得这样的员工或者这样的学生会受到欢迎吗 好 但是学生呢 首先要求的是要有成绩 这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 很多家长在这边一看分数不够了 是吧 就着急了 这是他们第一考虑 但是另外呢 家长忽视的就是很多的软实力 而软实力就是课外活动 工作经验 义工 他为什么要做义工呢 他为什么不能出来去打工挣钱呢 是吧 因为你做什么你不会啊 那雇主为什么要付给你工钱呢 只能说你去了之后 怎么样来去做 怎么样来锻炼 那得到了认可 你知道哦 原来我这样做 是可以去拿报酬去 那你再去拿 去挣的有报酬的工资去了 对吧 都是一个过程 义工开始 课外活动 义工 工作经验 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好 其实我们的角色呢 不仅仅一个 呃 补习老师 是吧 补习是真的是太 太简单了 太太单 太片面了 而我们定位呢 我们是mentor mentor呢 是导师 coach呢 是教练 而教练呢 你可以看 教练和老师是不完全一样的 因为学校 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就是上课来 下课就走了 你想找他吗 你是找不到的 那人已经下班了 啊 而教练呢 才是 加入运动队之后 专专专业的跳水训练 然后取得了奥运的跳水冠军 是吧 确实是很多 就说这个时候又要出现千里马和伯乐的问题了 你孩子是千里马 你能不能碰到伯乐 否则千里马碰不到伯乐 就和普通的马一样 啊 就去干活去了 所以要找对了导师 找对了教练 好 这是中国的 这是前几年的双减政策之前出现的 叫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还有大力家庭学林前教育 这个呢 不能当口号来看 就是起跑线 每个人都有起跑线 你只要想开始 就是你的起跑线 学林前教育 不需要大力 是吧 本来就是上学之前的 有的家长愿意教育 你就教育了 你不愿意教育 也没有人强迫你教育 也没有强迫你 没有人求着你去成功的 是吧 我就是不想成功了 我这辈子我就想躺平了 那你就躺着了 是吧 所以很多的东西要辩证的 来看这个问题 好 这个呢 这是一个马拉松起跑的这么一个图片 看到它呢 你也可以想到 这就像金字塔一样 金字塔的底层一样 而这个底层呢 是人人群最多的 就像中国人做收入调查一样 中国的收入 比如说年均收入 人均收入2000块钱 一个月2000人民币以下的 是多少 那你再来看 人均 一个月 能挣10万的 是多少 那再看 那能挣到一个亿的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 往往都忙于自己的教育 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 因为我在大多伦多地区 遇到太多的家长 尤其是前些年 很多移民过来之后呢 忙于自己的生计 找工作呀 职业培训呀 想尽快安顿下来 对不对呢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等自己安顿下来之后 再静下心来 管孩子的教育呢 时间就这么错过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就错过了 所以还是挺遗憾的 好 这个呢 这个图上面的英文讲的 就是第三条途径 第三条途径 就是说 在成长过程当中 一个呢 就是家庭 我们是不可能 跳开家庭的 跳出家庭的 是吧 因为小孩是未成年人 肯定是父母 但是在这个父母 这个家庭当中 我们遇到过 形形色色的家庭 比如说单亲 单亲是父母离异的 或者说这个单亲呢 事实上的单亲 就是父亲在国内挣钱 只有母亲一个人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是 有的家长 妈妈来找我们说 老师啊 我这儿子 我一定要找一个男老师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 在家里面 跟着妈妈 然后跑到学校里 学校是个女老师 这孩子就是男孩 我们想让他阳刚一点 我想找一个男老师 我们实在是不想再找一个女老师 所以他他他整天圈着 跟女老师在一块 这对不对呢 这我后来想想也有道理 是吧 也有道理 所以性格 或者甚至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性别的价值取向 你不能说一个小男孩养着养着最后他觉得他是一个女孩 稍微又有道跑题了 但是很多的就是在我们和家长接触当中密切感受到的 一些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作用还是还是蛮重要的 又能够帮到家长 又能帮到孩子的成长 就是在学术方面 也是在他性格甚至是表达这些方面上 好 这个呢也是国内在双减之前一个口号 就是 当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这种 这种 这叫什么感觉 这种 您来就培养孩子 培养您的孩子 不来就培养 来不来都没有关系 其实竞争呢 是无法避免的 从我们讲过 经济学来看呢 成功是有限的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功 稀缺资源也是非常 为什么叫稀缺资源呢 因为他就稀少 不是每个人能都能得到的 所以呢 竞争才是无法避免的 好 还是出现了这个倒计时 用它来表明就是 时间 时钟 是一分一秒都在流失 怎么样 在我们也吃饭 也睡觉 每个人都是24小时 在24小时当中 我们要做到一个 优先 或者有所取舍 抓重要的事情来做 所以一年级到12年级 我更欢迎就是低年级的来找 当然也不是说高年级的我们做不了 是吧 高年级的时候呢 就会面临着家长的焦虑 学生的挫折感 巨大的压力 还有时间的紧迫性 这就是他们面临的问题 本来是可以 重重融融的 安排好时间 然后呢 走在这些竞争者的前面 唯一要做的就是规划 找到专家 坚持 这是要做的 所以呢 不需要说家长 过分的操心 用业余的这种教育工作者 来挑战我们 专业教育的 这样的知识和经验 好 冲刺 高中阶段冲刺 然后呢 这是几个重要的节点 我们看中的呢 其实是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 而这个呢 更能体现的是专业性 其实我遇到过 太多的家长了 尤其是三年级 四年级之前的家长 他说老师啊 他这个数学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 我都能教 我说对不对呢 对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中国家长 很多过来 都是国内上过大学 上过研究生的 教这个 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什么 你在教的时候 你是家长的角色 你是家长 你不是他的老师 而他在老师面前呢 他是能够坐得住 能够听得进去的 而你也不能保证 你教给他的这个方法 就是 对他非常合适的 这样的方法 或者你用英语教 你能够坚持下来 很多的问题 而这个呢 就正好就是 用开头的那个 例子 找到了这种专业 人才 或者是教练 有这么一个方案 家长呢 重点是参与 监督 执行 这是家长的任务 好 我们有这种一对一的 其实呢 找我们最多的 就是提高他的成绩 或者是拿到 有什么样的突破 其实我们的目标 就是在课内成绩 达到了A 这是我们 给他们提供的 这样的辅导 包括最近 就是前上一次 我提到了 有些考IB 这样的班的 他的有的 他的学生 就是有的 这样的学生呢 是在 上一个学习的成绩不好 给他扯了后腿 导致成为 在这个 waiting list上 很多家长说 啊 不知道啊 我就以为 这个突击一下 考个高分就行了 是吧 我说是 你在 有了分数之后 他还要看他 上一个学习的成绩 所以呢 很多的东西 不能指之其 指之其一 不指其二 所以很多的东西 都是一个过程的 还有呢 我们有小班上课 提高呢 小孩这种表达啊 交流啊 或者团队啊 很多的方面 他需要和人打交道的 这是学习是 一个是和书本 打交道的过程 还有一个呢 是和人打交道的过程 除了学习之外 这是其他的专项 还有什么能力啊 领导啊 或者综合啊 这就等他上了 腾校 或者申请名校 面试的时候 他做过的事情 就都会一起体现出来 好 努力非常重要 但是努力呢 需要有正确的方向 在努力的方向当中 还需要有及时的调整 不然呢 你走错了方向 因为它是一个 12年的一个过程 不会说我努力了 三年五年 我就停下来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坚持 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而不是说 我就五分钟的热度 是吧 我就我就学个三年 学个学 我就停下来 要坚持 所以我们的建议呢 就是要尽早开始 就是在家长觉得 不要等孩子出问题了 你就着急了 是吧 就像中国有一个文言文 我记得我们当时 中初中所学的 叫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是名医了 他去见蔡桓公 他看了三次 第一次说了一句 君有鸡在凑里 不治恐一身 现在还记得 就是初中当年贝 蔡桓公听了听 摇摇头根本就没理 他就走了 第二次他一看 还想说 第三次再看 扁鹊就走 后来蔡桓公 怎么回事 已经 病入膏肓了 是吧 所以很多的东西 就是早 不要等发现 就像生病了 已经病重了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在 小孩小的时候 快乐 欢乐的引导 这样他 就会走在 同龄人的前面 这个时候 他的那种压力啊 那种挫折啊 相对就会少一些 尽早开始 正确的选择 现在呢 其实 办这样的学业 补习会特别多 你可以看一看 大家 很多的选择 有的家长选择 就是离家近的 对不对呢 对 接送方便 有的家长呢 是找 收费便宜的 是 当然便宜了 是吧 各有各的考虑 你都 大家都会 以自己认为 正确的 方式去做选择 怎么样能 证明这个选择 对还是不对呢 那就等他 12年的时候吧 或者等他 小生初 初生高的时候 你看这个结果 会是什么 到那时候再说 哎呀我后悔了 我怎么怎么样 太晚了 是吧 太晚了 好 还有一个坚持不懈的 学习和努力 好 这个呢 就是那个诗了 是吧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风雨兼程 什么叫风雨兼程啊 那现在圣诞节了 是吧 休息休息可以 但是呢 别忘了 继续朝着自己的远方 朝这个目标 继续努力 好 知识 学习 是吧 其实 这个世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都是24个小时 大家都是要吃饭 都是要睡觉 那为什么在相同的二十四小时 相同的十二年当中 为什么有不同的结果呢 是吧 是值得大家来好好想一想 你们知道了 你们知道了 但我也做到了 这就是其实就是这么多年 现在想想在我当时不懂事的时候 非常的幸运 啊 就通过学习 考进了省重点的初衷 然后又进了省重点的高准 其实这都是当时的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我只知道努力学习 也不知道这个努力学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后果 或者什么一个结果 什么样的差距 或者和同龄人会怎么样 就是刚才的这个 是吧 不用想这么多 你既然想成功 你就风雨兼程 你往前努力就行 好 时间也到了 可能大家会有问题 没有关系 敲字也行 或者加我的微信也可以 反正就是 我们现在呢 正好又到了一个年中了 有些课呢 也就结束了 但明年呢 又会有一些新的课 又会开始了 学生呢 也 学生其实也是有变化的 有的是短期的 比如说又为了参加考试 有的是长期的 就像是跟着教练 是吧 你不可能说 我就到教练这来 我就学了一个三拳两脚 我就停下来了 是吧 那是那是短期行为 你不可能说 我就学了 几个小时 我就毕业了 因为目前为止 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 是一个十二年的 这么一个征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很多重点的内容 或者不同的方面 在这个讲座当中呢 都会有所提到 有所涉及到 当然了 也并不是说 只有进了名校 才是一个 唯一认证的成功 是吧 但是呢 对于人生来说 前二十年 是学习的黄金级 黄金的时间 黄金一般的时间 所以还是值得 是全力以赴 然后呢 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 展示出来 好了 今天时间也到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 就下一周呢 是29号 应该是圣诞节期间了 我们就放假一次 然后元旦之后呢 我们会在 还是这个时间段 我们还会继续交流 就是 关于美国加拿大 名校啊 学习啊 甚至是规划呀 这些方面的题目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看看李会长在吗 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 谢谢张老师 行没有啥事 那今天 没有什么 好嘞 今天就这样 好的 那我就结束这个分享 好 那我们就2022年再见了 又没有什么 都不是 感谢观看